大家好,我是Paul,最會到最後英文一起讀 你知不知道Mad Gala是什麼?我不知道 所以我看了這個新聞才知道 那這個新聞講的是其實他在這個Mad Gala發生的時候 有一隻蟑螂,他從這邊嘟嘟嘟嘟嘟跑出來 結果就嚇傻了大家 然後他就我們說他好像stole the show 而且還有人在搞笑在外面問他說你今天穿什麼? 好,為什麼這個東西會成為新聞? 那什麼又是Mad Gala?我們今天看一下下 先來就給他看這個Wikipedia的頁面 所以Mad Gala其實叫做我剛才找了一下中文版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慈善晚宴講的太長了說真的 我們有一個換句話說叫做時尚界的奧斯卡 這麼屌,ok so this is something you need to know 你如果不知道跟我一樣無知的話那是不行的 所以他先前叫做Costume Institute Gala 這麼囉嗦,Costume就是戲服之類的 所以好像另外一個精靈的焦點是很多人穿了一個貓的打扮 因為好像一個時尚界的誰誰誰養了一隻貓 然後那個人死掉了 所以他乾脆穿成貓的打扮來取悅大家 那這個institute叫機構這樣子 Costume Institute Gala 那這個名字沒起來 所以他們還是習慣叫他Mad Gala 或者叫Mad Ball 為什麼可以叫Ball 球 Ball的意思也有晚宴的意思這樣子 像女生有時候穿的晚宴裝就叫Ball Gala 好,anyway 所以或者叫做Costume Institute Benefit 這個Benefit是益處 那一般我們理解為就是那個籌款的募款的那種一種活動 Benefit Fundraising Event這樣子 OK,所以它是一個年度的Fundraising Gala 所以Fundraising就是去募款 OK,那辦在哪裡呢? 呃,或者說為了什麼辦呢? 為了這個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s 我們這個理解為大都會博物館 應該都知道很有名的 台灣人也有去展過 我好像曾經講過一個行為藝術家 Performance Artist 那個謝德慶好像是 曾經把他的展在裡面曾經展過 好,那大家認為是世界上最知名的 這個最浮華的的一個Fashion Event 所以下一句說的是 這個Met Gala is popularly regarded as the world's most prestigious and glamorous fashion event 所以這個Prestigious叫做知名的 這個詞常來修飾像例如說大學 好,你進了一間很有名的大學 你當然可以說Famous University 不過我們一般會把它講成Prestigious University 好,但Famous不是錯 只是這種知名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慣用這一個字 那Glamour這個字就是華麗的 OK,好,那所以Glamorous形容詞這樣子 好,那它也是一個就是社交的一個聚會 所以這是一個Fashion Event and Social Gathering 而且呢被認為是 It is known as fashion's biggest night 所以我們剛剛中文的翻譯沒錯 翻譯成時尚 就是它的意思是一樣的 就是時尚奧斯卡真的是最重要的這樣子 那想不想被邀請呢?當然想 所以很多人呢都想要被邀請 So an invitation is highly sought after 這個sought after就是seek這個詞的過去分詞 蠻特別的 因為它是一個不規則的變化 SEEK 尋求 它的過去是過去分詞是sought 所以被大家尋求 So an invitation is highly sought after 那被邀請去的不見得是時尚界的人 也可以是例如說電影啦電視啦音樂啦 或者是劇場啦舞台劇啦生意啦商界啦運動啦這些的 所以下面就列下來 So personalities who are perceived to be culturally relevant to society 所以這就personality這裡不理解為個性 所以personality可以理解為就是人名人 所以有名的名人 personalities who are perceived to be culturally relevant 所以他們只要被認為是在文化上跟這個目前的社會是很有關係的 重要的重磅人士 只要被認為是 所以是不是真的是大概不是那麼重要的 OK So as long as you are perceived to be culturally relevant to society 在以下的這些專頁裡 Amongst various professional spheres the spheres 本來是圓球的意思 可以被理解為就是什麼領域裡 那包括了Fashion Film Television Music Theater Business Sports Social Media and Politics 這些你都可能被請去 所以Donald Trump這邊也被請去過我不知道這樣子 那一般來說呢他是被這個雜誌給辦的這個雜誌叫做Vogue OK Vogue好像被翻譯成什麼啊 我常常會忘記算了啦 好所以呢這就是Mad Gala重要不重要重要 被一隻蟑螂搶走了風采 所以這個蟑螂剛剛也給你看到過了 所以所以剛剛問我剛剛說 就有人說Hey what are you wearing 你在穿你穿Who are you wearing 他們會問為什麼這麼問 因為他們穿的衣服都是時尚界厲害的人設計出來的 所以他說你今天穿的是誰設計的 所以會問你說Who are you wearing tonight 所以他們問蟑螂穿誰設計的衣服 當然是搞笑啦 那這個報導其實非常短 好 好我們就看一下他的第一句 OK所以這個2023的Mad Gala Cockroach We hardly know it 我們還不認識你你就被宰掉了 所以這一句就是報導的核心 No sooner had the insect found fame on the red carpet of Vogue's annual fashion extravaganza on Monday then it was dealt a crushing blow 這句話就結束了 那這個特別要講一下 尤其這個給高中生或者是托弗亞斯的同學 可能都用得到 這是一個很急巴的的一個比較急的句子 你看到這裡有No sooner Sooner不就是比較急嗎對不對 那你就知道後面一定有個then 因為比較急這個躲不掉的 所以果然後面有個then 他其實寫的有點不太對 這不應該有逗點 但沒有必要糾正他 所以這個比較急的句子是一個固定的句型 他就是No sooner 然後then 這三個字跑不掉 那No sooner也可以換成像例如說 hardly scarcely之類的一些代替 那他的意思是什麼意思就是 一件事情一怎麼樣 另外一件事情就緊接著發生 OK 好所以說 他這裡說的就是 這一隻昆蟲 他在他的紅地毯上 一成名 然後他就被一擊必殺殺掉這樣子 所以兩件事情發生的是緊跟 一件事緊跟在另外一件事後面 所以這個語役應該是沒問題 OK 那再來講的這個劇情的細節就是 畢竟他是個比較急的句子 而且soon是很快對不對 所以沒有比較快 No sooner 所以說這兩個句子的差別就會是 前面這一句他成名了 成名的部分就必須被移到更早以前的時間去 而後面那個他被宰掉的這個部分 雖然也是過去式 但他就停留在過去式 而他成名的時間比死掉的時間應該是早那麼一咪一咪吧 可以理解齁 所以他一成名就死掉了 一成名就被人家一腳踩扁了 那你會覺得兩件事情發生的時間很近 沒有錯 可是成名的時間應該是比死的時間還早 Right 所以我們會把前面發生的那件事情 變成過去完成式 這就是最tricky的地方的同學們 所以這裡才變成 No sooner had the insect found fame 而且這裡還用了搗裝句 你也可以不搗裝 OK 你也可以把它變成 The insect had no sooner found fame on the red carpet 然後再講下去 OK 或許你會覺得這個句子看起來不是那麼容易懂 那我們換一個簡單一點句子 這個是字典裡面的句子 他字典說的 我剛開始修剪我的草皮 就開始下雨 所以你的推草機一推出去 然後雨就下來了 煩死了不能剪了 Right 所以前面開始剪草是比下雨還快一咪咪的 沒錯吧 所以前面的部分就會變成過去完成式 No sooner had I started mowing the lawn then it started raining 所以後面的 started raining 是簡單的過去式 而前面的開始修剪草皮是過去完成式 因為這個句子是比較急的句子 OK 前面那個比較早 所以我們就把它放成過去完成式 而且again 你可以把它寫成沒有搗裝 這裡是搗裝部分 No sooner had I started mowing the lawn 搗裝了 你可以把它變成 I had no sooner started mowing the lawn then it started raining 也是沒問題的 那為什麼我一直強調這個過去完成式 跟簡單過去式的比較 因為我們一般在教學上 也會順便交給你另外一個句子 他的意思跟他跟現在講這個沒有差太多 有的人會覺得 No no no有 那我覺得沒差了 我們一起交會同學比較好吸收 所以現在講的這個句子就是 As soon as的句子 他也是一件事一怎麼樣 另外一件事情就怎麼樣 只是就因為他並沒有比較急 因為剛那個是no sooner than 不是比較急嗎 所以他會需要兩句實態做出區隔 而這個as soon as也是接兩個句子 那這兩個句子 就可以用一樣的實態就好了 所以我把剛那句改寫一下 我一開始修剪草皮 就下雨了 So as soon as I started mowing the lawn it started to rain 兩句都是過去式 OK 這邊應該要加個逗點才對 因為這個事實上是個連接詞隔開的句子 OK As soon as有時候被理解為是連接詞就是了 好所以希望這個講解是還好吸收進去的 好我們今天講的重點其實是Mad Gala 只是偷塞進去這個文法 因為我知道有的同學會希望多聽 我講一點文法的東西 So here you go 好啦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